各位傳媒朋友 對於半山江德道 在發生的吊船平台 在高空墮下 引致到兩名工作人員死亡的事件 我作為工程業界的代表 對此感到非常震驚 非常難過非常遺憾 據悉這個吊船 是一個臨時裝置上去 當然是為了這棟大廈 然後有些工程需要做利用到吊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吊船的支架 它的傳動系統 升降的系統 以至吊船本身的安全 以及工作人員的操作流程等等 其實可以說是很標準化的了 有相當完整的流程 守則去跟從 最重要當然是要顧及操作者 工作者的安全 初步看來昨天這件意外 就竟然發生了 就是江南斷熱 而操作人員的 最終的救命的安全性 都斷了 這個情況是極為罕見 真的很不尋常 對於在一個 這樣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這麼致命的意外 我們當然是很難過 也深切向那兩位死者的家人 他們的家屬表達慰問 也都責成 勞工處 是要迅速去調查事件 最緊要就是找到問題的原因 是要及時矯正 是防止再有這樣的慘劇發生 香港的建造業的 平均的工業的意外 其實是一直都是下降的 但是這幾年 每年發生的 由於這些工業意外 造成的死亡數字 反而是看不到一個明顯的改善 其中是高空跌下來 以致傷亡的 似乎就是做來做去 都還是沒有辦法斷尾 那這一方面 我覺得是政府似乎 目前是一度板斧 就是說修訂 政安建條例 向僱主加強處罰 我認為 要真是徹底去改善 我們的工業意外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講 一大原則 四度板斧 一大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 建立起一個安全的文化 這個是需要政府 業界 需要僱主 僱員 以致管理人員 專業人士 一起攜手合作 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安全文化 不可以 對這些問題 是調以輕心 採取 僱衡的態度 一定要建立安全文化 至於 板斧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第一 就是盡量利用 自動化 甚至利用機械人 去代替人力 使得 工作人員 不會暴露 在危險的環境 危險的工作之中 第二 就是 採用其他的方法 譬如說 現在用 組裝合成法 去建立樓 其實 除了 工序方面 可能快捷了 解決了很多 在現場施工的問題 其實同時 也是促進了安全的 因為利用這些方法 減少了 在現場 譬如說 扎鐵 釘板 賭石屎 等等 至於第三 老闆庫 就是說 要做好監控 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 有越來越多的 現代化的技術 包括 可以利用定位 偵測到工人 在地盤所處的位置等等 對於安全方面的狀況 不斷即時監控 是很有作用的 而第四 老闆庫 就是 假如都必要 需要進行 某些工作的時候 就一定要 給足夠的訓練 和足夠的設備 目前 政府提出來的 關於職安建的條例修訂 立法會 要做好這方面的審視 另一方面 就是政府 更加應該要 全面地去推行 工業安全 將我們 這些不幸的事件 一定不可以讓它再發生 剛才提到的 建立安全文化 以及利用現代化的 四道板斧 我覺得是 我們 大家 政府 業界 雇主 雇員 都要攜手 合作 將它做好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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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